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宦官乱政的事,比如秦朝末期的赵高,明朝末期的九千岁魏忠贤,以及清朝末期慈禧的宠臣李莲英等,指路为马说的就是赵高,他用力容易被控制的胡亥为二世,待胡亥掌成后利用此次事件将秦朝贤臣杀的一干二净,后又将逼迫胡亥自财力子英为皇,可以说如果不是赵高秦朝不会覆灭的那么快, 而李莲英仗着慈禧的宠臣,贪污受贿,卖官卖绝,霍乱朝纲,最终被发现身手异处,这样看来似乎宦官当政的结果都是朝廷灭亡,但是魏忠贤与以上两个宦官不同的,他虽然心狠手辣贪赃王法,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捍卫了明朝时期的领土完整,在他掌权期间清军迟迟无法攻破明朝,就是原因有点扎心, 九千岁死后,崇祯不过十七年就亡了天下,这里是使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, 众所周知,国家要想尝试久安,一是百姓安居乐业,二是国家边防稳定, 明朝时,以为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和以顾县城为首的东林党,也为以上两个条件的处理方式不同,而爆发了激烈的党派斗争, 想要详细了解这一场矛盾,就需要了解一个人,一个团体, 他们分别是魏忠贤和东林党,万历年间,任吏部郎中的顾县城因得罪了皇帝被贬回家, 他回家后,在当地找了一个学院开始授课, 除了正常讲课外,顾县城还在学院里传播思想,提倡朝廷广开沿路, 改善一下现在国内民不聊生的情况, 吏部郎顾县城讲学东林书院,海内是大夫多夫之, 东林知名自逝时,这样看来东林党的出发点是好的, 而且此时的东林党只有学院老师和学生参与的活动, 后来随着政治人员,拒负商人的不断加入, 东林党的本质开始发生变化, 他们认为非我族类,齐心避意,排斥出东林党以外的所有成员, 开始和官员斗争,和别的党系斗争,和皇帝斗争, 总的来说一切为了利益为目的,长于内争,短于治国,治军, 宦官集团的领头人魏忠贤从以前的赌徒,混混一路爬升到权清朝鲜的九千岁, 心智手段样样不缺,一入宫就任了当时极受宠信的大太监魏朝为干爹, 后又和天启皇帝的奶妈客室对视,他利用客室和天启皇帝的关系被委以重任, 后来的魏忠贤手握东厂,拥有了朝堂上大部分的话语权, 至此魏忠贤大权在握,又因政见不同于以顾县城为首的东林党, 开始了数十年的斗争,出游命为小忠,小信以姓文, 既乃改为大奸,大恶以乱政,作为天启皇帝当政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党派, 宦官集团和东林党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, 开始时魏忠贤还向东林党伸过橄榄枝, 但是东林党瞧不上魏忠贤这样的宦官,断然拒绝了, 恼羞成怒的魏忠贤开始对东林党的主要人员大肆迫害, 就这样宦官集团和东林党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, 忠贤奋慎,遇尽杀一击者,东林党的党羽大部分都是江南人士, 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江南工商业的保护伞, 他们向皇帝提议说那些工人欺上瞒下, 江南富商也是受害者,不应该收他们的税, 天启皇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,不向富商收税, 然而国家的财政也需要钱, 这些钱怎么来呢? 只能增加普通百姓的税负, 但百姓辛苦种一年的地又能有多少钱, 为忠贤作为一个宦官自然是不会有此事的, 除了权力外只有金银财宝能引起他的兴趣, 他曾经为了敛财卖官卖绝, 可官员数量毕竟就是那些, 卖完了也就没有了, 魏忠贤自己也是从底层爬上来的, 知道寻常百姓身上根本榨不出什么油水, 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江南富商的口袋里, 江南人节地灵经济发达, 随便交点税就够他逍遥很久了, 当然聪明的魏忠贤也不会傻到直接将钱财捞进自己的腰包, 而是打着给边防军队送粮, 发军饷的口号, 也为他深知明朝想要抵抗清军, 必须有坚固的国防力量, 必然要将边关军人的基本需求保障好, 从某个角度来说, 魏忠贤虽然敛财的原因有些扎心, 是为了填充自己的小金库, 但他没有耽误给士兵发军饷, 工粮草实打实地为固守大明的江山贡献了一些力量, 魏忠贤执政期间, 坚定万力矿奸政策, 向中上层收税, 添起皇帝虽然有心同意东林党人的建议, 可魏忠贤却不答应, 他恢复了工商业的税收加收海税, 逼迫那些富商交钱, 不交就是想造反, 就是托朝廷后腿, 东林党背后站着的富商不得不交钱内税, 在魏忠贤干预朝政时期, 工商业和盐税一共收了七百多万两, 这些钱财虽然一部分就进入了魏忠贤的四户, 但更大一部分进入了国库, 用于军队开支和国家运转, 宦官集团和东林党的第二个矛盾点, 在于对清兵的态度上, 宦官集团虽然心狠手辣, 但若是皇帝不存在他们的地位就没有了, 提之不存毛疆烟腹的道理, 让他们秉承着主战的态度, 宦官集团认为, 清军的欲望根本不会满足, 只有彻底吞没了大明王朝取而代之, 他们才会善罢甘休, 魏忠贤自己就是个阉人, 如同上述所言明朝存在时, 他是人人敬着的九千九百岁, 一旦清兵入关他自己啥也不是, 肯定不会落到什么好下场, 或许也是因为如此, 魏忠贤虽然不得人心, 与诸多的武将之间也存在矛盾, 但袁崇焕, 孙成宗和吴三桂等大将, 接受到了他间接的支持, 最起码很少没有拖欠过军饷和粮草, 袁崇焕, 孙成宗等人被分配在辽东地区, 甚至于在大明朝每年几百万两的军费支持下, 他们还不得完善历史上有名的关宁锦防县, 确保清兵不敢来犯, 寄疗提督严明泰, 巡抚袁崇焕书送魏忠贤功德, 请于宁前见词, 蒋吴三桂也被发安排在了山海关, 万一辽东地区有战争, 他可以马上带兵增援, 魏忠贤的指示和三位大将的配合下, 只崇祯登基前期清兵不曾越过辽东地区一步, 反观东邻党却只会窝里斗, 面对清军他们频频当起了缩头乌龟, 提议讲和, 只会讲和, 另一点就是打仗就需要耗费钱财, 这些钱财大多都来源于东邻党背后的沮丧, 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, 明朝末期, 天启皇帝英年早是崇祯皇帝继位, 为了彻底掌控皇权, 他将魏忠贤逼死, 关幻集团和东邻党的斗争才结束, 但对于崇祯来说, 这是另一场巨大灾难的开始, 石盖竹中贤党, 东邻诸人傅禁用, 魏忠贤在的时候, 利用残酷的手段压得东邻党不敢猖獗, 魏忠贤死后, 无人再限制他们, 以至于朝堂上的话语权也落在了东邻党手里, 东邻党是一群什么样的人, 想必大家都清楚, 不忠不忍, 众力轻易, 他们将百姓辛苦种植的粮食, 卖给敌人, 以赚取银两, 还曾经为了钱财勾结倭寇, 将大明朝的武器走私到别的地方去, 为了将自己的走私生意做大, 更是将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图都偷了出来, 可以说为了钱财, 什么坏事都做结了, 奈何这样一群巨富团体, 却是一群软骨头, 每每清军来犯, 他们第一时间就会提出向清军求和, 后来还设计将原重换冤死, 导致朝纲大乱, 进而亭臣敬门户, 兵败响处, 不能再一侧, 崇祯皇帝执政时期, 东邻党再度将取消商税的事情提出来, 可笑的是, 崇祯皇帝居然答应了, 后来把这一部分税收分摊到天下的百姓身上, 自朱尤俭继位以来, 明朝大部分地区连年干旱, 蝗灾, 老百姓首领哪会有余钱, 以至于明朝的财政收入入不付出, 辽东将士的军饷发不出来, 粮草供给不足, 甚至于因没有军费的知识, 纵横二百里的关宁锦防线也是名存实亡, 被皇太极一点点的蚕食, 其实, 天启皇帝临死之前就曾告诉崇祯皇帝, 魏忠贤是忠心的可以重用, 奈何崇祯皇帝不听, 从某个角度来说, 魏忠贤死的时候就代表着明朝已经灭亡了, 亦或者说, 崇祯皇帝杀了魏忠贤之后, 应该扶持另外一个魏忠贤, 这才是皇帝制衡百官的一种手段, 可惜崇祯皇帝却偏听偏信东临打, 以至于最终吊死在眉山之上, 如此官知, 魏忠贤虽然不是一个好人, 用私刑, 掌杀无辜, 残害忠良, 更改税收政策的初衷也是为了方便自己敛财, 但不得不说, 边关的将士们也确实收到了好处, 最起码不受动, 不挨饿, 官宁锦防线也没有崩溃, 因此, 以为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和他们都是应该的, 虽然说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, 但是却实打实的延续了大明王朝的统治, 可惜崇祯皇帝没有看到这一点, 直至临死的时候才怒吼, 百官勿啊, 但却为时晚矣, 大明朝已经无药可救, 李自成已经攻入北京城, 三年清之府, 十万雪花银, 功力何尝不是这样一种心态呢? 他们从官吏手中接过一定的事物, 并不是本着处理好效率高的目的, 而是将此事转化为一种牟利的工具, 由此可见, 地方官员懒政, 带政影响的不仅仅是官僚制度本身, 还有行政效率的快慢, 行政结果的好坏, 不勤, 不值, 不查, 则不利于朝廷对地方上的管理和控制, 从某个角度来说, 公立的职责就是为官府服务的, 以使得朝廷行政效率得到提高和优化, 现实情况中公立, 也的确是行政管理的一个好帮手, 比如, 案件管理, 追捕犯人和勘压审理等, 有的时候, 官员不熟悉的法律和流程, 公立都比较的熟悉并熟练使用, 足见公立在地方行政管理中的重要性和意义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